大家好,我是大伟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道武家的绝活 白尾弓 这个白尾弓实在是非常的厉害 可以快速的打开咱们的腰椎 通我们腰部的一个气血 对于我们腰部劳损 腰部僵硬的人 能带来很大的帮助 同时对于我们的臀腿部 也能有很好的拉筋的一个效果 很多朋友他不信 没有关系 我们先从原理给大家讲 然后我们再讲动作 这个白尾弓 咱们拿小人做一个演示 我们做的时候 你看正常的话 我们的身体是一条直线下来 对不对 但是白尾弓它在哪呢 它是在于我们的手往上举 把我们的整个侧边的筋 全部拉开来了 然后同时通过我们的脚的 一个来回的往后摆动 牵拉着我们的腰椎 让我们的腰部在摆动之中 被拉伸被牵拉 同时在摆动当中 让我们的气血 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腰部 给我们的腰部进行一些滋养 那么在摆的时候 还能拉到我们的臀部 拉到我们的大腿的外侧 所以这个动作才被列为经典 因为简单又实用 每个人都能轻松的做好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 看完以后把视频收藏下来 你跟着我念一念 你也能得到其中的好处 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咱们先讲一下起始的姿势 手是一手在下 一手在上 哪只手在上 你就摆哪一侧的腿 比如说我现在是右手在上 我们就摆右侧的腿往后 那我现在做的是不扶墙 我扶着墙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手在下 一手在上 你看 在上面的手摆好了以后 我们身体稳固住 腿抬起来摆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 我腿在摆动的时候 其实慢动作来讲的话 在摆动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整个侧面 臀部 大腿的外侧 给它充分的拉伸 而这个力量的一个递解 是从我们的腰部最强 然后到我们的臀部 其次是腿部外侧 最后到我们的脚底 它是一个力量递解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把这个动作摆好了以后 每天就开始摇腿 它有一个力量 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腰椎给打开 对于我们的腰是非常好的 而且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我们换一只脚来做一下 一手在上 一手在下 扶稳了 身子站稳了 然后我们现在摆 这一侧的 我的左侧 看 一 二 三 四 五 摆动的时候 配合呼吸 可以吐气 非常的简单 很多朋友刚开始念的时候 就是说 自己身子比较紧 包括抓的也比较紧 也比较紧张 它摆不开 就是这个身子比较僵硬 它摆不开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的来 先从小幅度的摆到 慢慢把幅度变大 这样去摆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大家每天左边50下 右边坐上50下 做完以后 腰部微微的发热 活动一下腰部 感觉特别的轻松 腿部再活动一下 感觉特别的轻松 就可以了 那有些朋友 他感觉这个动作 做的特别熟 我们每天左右50下 为一组 做上一个三到四组 也是可以的 好了 今天的动作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把这个 道家绝活白尾功 给收藏下来 以后随时打开 随时看 也可以把这个动作 分享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和家人 让他们的身体 变得越来越好 那么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每天都会分享一个 对你有帮助的 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 谢谢大家